金山区的金山高中在今年的新北市英语歌谣比赛当中 拿下最好的优等成绩 而金山高中期待透过不同的学习与呈现方式 让孩子们都可以面对英语不害怕 金山高中在去年透过年级竞赛的方式 选出代表学校参加新北市英语歌谣比赛的班级 昨天就是比赛的日子 在比赛前学生们换上正式服装 拿起道具在校园礼堂里做最后的彩排练习 而这次的英语歌谣演唱还特别有别于以往站在合唱台上演唱 要以开放式的歌舞方式来呈现 要给我们孩子多鼓励 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自信地展现舞台 让他们在这次的比赛当中能够把平日所学的 能够在这个场合里面尽情地发挥 因为这是唯一一次的比赛 也是他们国中生涯的最后一次的比赛 当然期待他们能够也获得很好的成绩 那我们学校所有的师生跟老师家长都在背后全力地支持他们 上班加油这阵子大家真的非常的辛苦 那老师很荣幸可以跟你们一起就是这样一直辛苦过来 不要忘了你们是最棒的 然后不要太客气 对你们很棒 所以也不需要说保留实力 就把最完美的呈现在舞台上 但是这个过程中又要担任指导老师 又要担任班导 就是就像妈妈的角色 又有点像训练师的角色 所以常常有一个角色的冲突 所以就彼此都合作的很辛苦 但是就是我相信就是大家如果可以发挥实力的话 这一切的努力一定都可以有很好的表现 高中部二年三班的学生们围着圈 在导师也就是表演艺术老师的带领之下发生练习 这次选择红发艾德的经典歌曲Perfect 金山高中的孩子们要以肢体与歌喉展现自己最完美的一面 而回想一年前从年级竞赛走到要去参加全市比赛 孩子们全都觉得相当荣幸 然后比赛时候很紧张 然后有几次会失误是这样的 那后来怎么克服这个腰 就硬上去 然后最后就成功拿下二年级第一 那即将带到学校出去比赛感觉怎么样 很荣幸 其实我们班就是很喜欢唱英文歌 会唱歌的也很多 就是整个班的气氛其实学英文歌都很不错 就是说每个人都很认真在学英文歌 也包括动作 然后老师也很认真在帮助我们 就是每天练啊 就是下课练啊上课练啊 然后就是懂得讲大家都很累 可是也很喜欢就很开心有这次的机会 可以代表学校去参加这次的英文歌比赛 在昨天下午的成绩出入金山高中往年参加总是获得假等的成绩 今年终于以87.9分晋升到优等的好成绩 可以说是历年来最好 而金山高中也期待孩子们都可以面对英语不害怕 更要透过不同的方式学习爱上说英语 记得廖平函金山采访报导